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5月27日星期二 欢迎大家参加每日财经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川普按下按钮 香港接下来会怎么样,那我这个题目呢是 其实是我们今天发生了一个重大新闻事件的一个后续 那么在我们直播一结束之后,那么美国国务卿发表声明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认定香港已经不再具有高度自治 这意味着香港现有的地位将无法保持 那我就 我把这个蓬佩奥的这个声明翻译,我重新梳理了一遍,我念一遍给大家听 有一些翻译语言不详,所以我把它 把它变成了一段人话 上星期全国人大宣布把国家安全法强加给香港 北京这个决定只是一系列行动中的其中一环 这些行动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国在 中医联合声明中做出的承诺 这个提交给联合国的国际条约,保证给香港人民自治与自由 美国国务院按照香港政策法的要求评估 香港地区的自治状态 根据当前事态发展的研究 我今天向国会确认 依照美国法律,香港保留于1997年7月之前适用的法律待遇 的依据已经不存在 基于当前的事实,任何理性的人都不会说香港仍然具有高度自治 香港人民精力充沛,积极进取,自由开放,取得了几十年的繁荣 这是一项令我伤感的决定 然而我们的决策必须面对现实 美国曾经希望 自由与繁荣的香港,为威权的中国提供一个样板 但现在明显的事实是,中国正在以自身为样板 塑造香港 在香港人民反抗中共,捍卫他们应得自治的时候 美国坚定的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 这就是他的声明 那么现在美国的 美国的立场很清楚 就是 蓬佩奥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提交给了美国国会确认,确认香港已经不再具有 高度自治的这个状态 他跟两个法律有关系,一个是香港政策法,一个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 那么这两个法呢都是美国现行的国内法 那么 香港政策法决定什么呢?它是,我还是猴子变人讲一下,因为还是有网友不知道的 已经知道的网友请耐心一下 那么香港政策法是92年通过的 是因为1997年香港 主权要移交给 中国 那么为了确认 香港移交给中国之后 香港原有的地位不变,就是美国对于香港的地位不变,但是有一个条件 香港必须高度自治 他是一个这样的条件,那么 美国就把香港当作区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 其他地区的一个特殊的地方来对待,就叫特殊待遇 那么 那么其中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独立关税区 他会把香港的 当作一个独立关税区来看待 那么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之下 那么 在政治、法治、经济、贸易、文化给予香港 独特的 待遇 那么 大概就这样,那么香港特殊护照会获得美国的承认,那么申请美国的护照签证会独立看待 和中国大陆不一样 香港可以 香港可以在美国 购买一些敏感的技术和产品,和中国大陆也不同,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每年香港会有买一堆的美国的东西 实际上美 美港贸易,香港是大幅 逆差,是因为香港买了大量的美国的敏感技术和产品 这是特殊的地方,那么93年、95年到07年 15年到19年,那么美国国务院 向美国国会都提 提交了那个香港政策 只有 香港政策法的报告,那么今年的报告就是刚才 蓬佩奥说已经交给国会了,内容就是香港不再有 高度自治 那么这个法定规定,就是香港政策法规定 香港必须保有高度自治 他才享有原来的这个待遇 反之,如果香港不再具有高度自治 那么这个待遇就没有了,这个待遇可以由 由美国总统签署,签署就终止 终止这个香港政策法 这就意味着蓬佩奥今天的这个 新闻的 重磅炸弹在于什么呢 就是 香港政策法的前提 实施香港政策法的前提 已经不存在了 那就意味着 川普 可以随时终止 香港政策法 对香港规定的各种特殊待遇,其中包括 特殊关税区的待遇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 那么这个是去年11月份签署的,11月份签署 这个法案主要是要求美国政府制裁 负责侵犯香港人权的 中国和香港的官员 求美国国务院 每年进行审查 然后他是和什么呢 他是和贸易关系,就是 香港政策法里面 规定的所有的香港特殊地位有关的这些政策 挂钩的 这两个法律是挂钩的关系 挂钩的关系 那么好 我的标题就是 川普 按下了按钮 那么香港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么香港 我们就讲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先讲,我们先讲这个香港人权 与民主法这个层面,先从这个人权与民主法的层面 大概应该是发生三件事情,在这个法律层面 第1个 制裁中国 香港 涉及 损害香港民主进程的这个高官 和机构 这是第1件事情会发生 第2件事情会发生的是 对中国的金融机构进行定点制裁 这个对中国金融机构定点制裁 最主要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 禁止他们使用美元交易系统 结算系统,美元结算系统 就是不得使用美元结算 那么背后的东西就是swift 就是取消他们的swift code 那么他就没办法进行美元结算,没有办法进行美元结算,也就是他没办法 他只能做本币交易,外汇所有外汇交易都不行 这会非常对一个 如果这家银行是在香港的话,那这家银行就要倒闭 因为大量的人会从他那里 提走他们的存款 你想一个没有swift code,没办法进行 没有办法进行这个 汇款的银行,他怎么运作,那直接就倒闭了 那么第3,如果双方冲突继续加剧 那么 美国会 扩大 对中国金融机构的制裁 这是 这是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 的层面 进行的动作 那么在香港政策法的层面呢,先讲进程 美国国务院已经把这个报告交给了国会,这已经发生了,这已经发生了,第2个 美国国会 就会提出来 终止香港的特殊地位的一个这样的法案 然后呢,美国总统川普就会签署这个法案 一步一步,应该是这样的进程 那么也就是,如果这个进程发生到,我刚才讲的 川普 签署这个法案 或者是签署终止这个 香港特殊地位的法案 那么第1个 第1件事会发生的就是 美国不再把香港 当作一个独立关税区的 独立关税区看待 那么如果美国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的这个待遇 那么其他国家也会跟进 这是第1件事情 第1件事会发生的事情 那么随着独立关税区 的所有的待遇,贸易条件 关税等等各种条件全部都会随之消失 这是第1个 第2个 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开始动摇 开始动摇 这是第2个,第3个 资金 企业 或者是 金融机构开始 从香港撤离,因为不方便了已经,没那么方便 然后 这个人口 开始流出,房地产开始 开始出状况 那么最终会是什么情况,具有标志性的情况是什么 就是港元 港元最终会崩溃 港元最终会崩溃 如果 如果大家都在选择离开港元的话 港元最终会崩溃 也就是说 在香港就没有办法维持一个独立的货币 他最终可能会选择 使用人民币 这就是 这就是香港未来会发生,我们用一个比较粗线条的 粗线条的进程来看 我们来眺望香港可能发生的一些状况 发生这个状况 那么这两个状况呢,这个发展的结果是什么呢 这个发展的结果就是 香港这个东方明珠 将永远消失在我们的记忆当中 这是个非常令人伤感的结果 这是第1个结果,第2个结果 这个进程 我们现在看不到改变的可能 就是 这个进程持续到他的结果的可能性是非常大 比他中间停下来 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得多 为什么 我今天想说的 最重要的内容 就是为什么会是这样 先说,我们先从 我们先从美国这个角度来讲 先从美国这个角度来讲 蓬佩奥从今年4月份开始 连续讲了四次香港的问题 只是我们没有留意,因为当时香港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我们一直认为 去年的反 反送中运动让很多人,包括我本人都认为 川普不想碰香港 这个议题 那么实际上从今年4月份,4月份开始 蓬佩奥连续讲了四次 香港的问题 主题只有一个 香港高度自治受到侵害,将会影响香港的地位 从 我印象,从3、4月份一直在讲这个问题 直到两会开始之前,召开之前,蓬佩奥突然宣布什么呢 宣布推迟向国会提交 香港的这个香港政策法的报告 其实这件事情说明什么呢 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美国已经关注香港问题有一段时间了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不是突然 人大常委会 全国人大一开会的时候,他们才看到的,不是的 美国已经关注香港问题有一段时间了,这是第1个,第2个 美国肯定是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 这是第2个,第3个 美国在知道发生即将发生的事情之后 他们已经开始做准备了 他们已经开始做准备 所以蓬佩奥的行动说明什么呢,说明川普已经 决定在香港要开始 打一场仗了 这个按钮,蓬佩奥的这次声明说明 川普已经把按钮按下去了 那么当然这次呢,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很突然,我自己觉得很突然 我原来预计美国可能是一步一步来,先从 人权法那边开始制裁个别高官,然后一步一步 把这个温度慢慢上升 但没想到他直接就上了 这也是川普一直在经营的一个不可预测性 这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当初的这个 中美贸易谈判,大家记得吗 8月份 中方一宣桌子说 不签 不签川普就直接就把关税加上去了 完全不会说,谈吧,我们再谈谈,再谈谈 根本不谈,直接就把关税加上去 而且他不是直接加关税,而是加关税 后面还有后招 一个月之内不谈,我继续再加,他大概是 是 是连环套的一个施加压力 所以这一次跟那次是有点像 就是根本不谈 你不是要提交,你不是人大在讨论吗 行,我直接就 出报告 说把按钮按下去 我不跟你扯那么多,大概是这样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 川普决心以下 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 这是从美国这个边啊,我们讲讲中国那边 中国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来的,虽然我之前讲啊,中国 中国这个决定这件事情 是极权的任性 但是他其实他中间是有脉络的 我今天把这个脉络呢,好好的梳理一遍 把这个当作一个故事,大家就听听故事一下 我很少讲故事 我今天讲讲这个故事 这件事情跟什么有关系 跟女人有关系 跟女人是有关系的 一件这么大的事情 祸起硝强 还是跟女人有关 跟什么女人有关 跟一本书有关 跟什么书,这本书 我名字我就不说了 这本书 是讲女人的书 这本书是写习近平的 什么书 我不说 但是这个事件大家很熟悉 叫香港 铜锣湾书店的事件,有五个人连续失踪了 那么这个失踪的是铜锣湾书店的股东桂敏海 吕波,还有业务经理张志平 铜锣湾的老板 书店的老板李波 前面是吕波,现在是李波 还有店长林荣基 那么这件事情跟一本书有关系,这五个人因为这本书 讲女人的书失踪了 失踪是从2015年,这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 2015年的10月到12月期间他们失踪了,完了以后呢 完了以后呢,反正搞了天昏地暗,反正就是 最终是什么呢,最终就是 林荣基回来了 然后就 若干四记者会讲,讲什么呢 其中有一个人叫李波,李波是谁呢,李波是他们的 他们的老板 是直接从香港被绑架走的 就被绑架走 然后到了2019年的11月,有一个 特工,中国的特工叫王立强的 他后来叛逃澳洲 他在供词中也讲,李波就是被中国特工给绑架到大陆 这件事情影响非常的大 外界关注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李波的被绑架 还有一件事,当然这本 这本拿来写女人的书也备受关注 那么 这件事情其实影响非常大,影响非常坏 坏在哪里呢 就是大陆的公安跑到香港来执法 抓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 非常坏的,破坏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就紧水不犯,河水不犯紧水 你怎么跑到香港去执法呢,这件非常影响非常大的事情 那么这件事情是谁干的呢 这件事情就是 现在的北京市委书记 蔡奇 蔡奇干的 部署这件事情的是蔡奇 蔡奇是谁呢 蔡奇是 这个习近平在浙江当书记的时候 蔡奇在那里做宣传部长 宣传部长 然后他被习近平带到了北京,当时他在做什么呢 当时是任国安会,那个是国安会很风光的,当年国安会,现在国安会 都没人听说他在哪了 国安会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长 兼办公室主任 那他一听说这个,有人出本书 讲老大 跟女人有关系的书,那不行,那得搞一下 这就是蔡奇办的事 事没办好 搞得 这个叫什么 搞得一地鸡毛 大家都很不高兴 很不高兴呢 这事呢,大陆后来就提出来,跟香港那边提出来 这个找个机会呀,把这个法律修改一下 这大陆呢,我们这抓个人的很不方便,你们现在又没有机制 就又不能帮我们抓人,我自己抓又不方便,那怎么办,那就改改法律嘛 这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什么事情 就出来一个送中条例 送中条例是什么,其实是引渡条例 引渡条例修订 对香港已有的一个,香港是有一个引渡条例,但是没有跟大陆 不牵扯到大陆的引渡,为什么 大陆没法律,那不能牵,不能够引渡到大陆 那现在就 出了这么多事 大陆就提出来 你还是给我们 修一修吧,还是跟我们签个这个 引渡条例吧 这样的话,以后我们就不用直接去,我们自己去抓了 我们就 给你名单,你帮我抓,抓了给我送来 就出来了一个什么呢 就出来了一个反送中条例来 送中条例 就是引渡条例的修订 引渡条例的修订,引发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就引发了反送中运动 反送中运动是2019年3月到6月开始 启动 最后呢,香港市民非常的反抗 反抗最后到了9月份没办法 9月份没有办法,只好收回 林郑月娥收回 灰头土脸收回去了 灰头土脸收回去呢 到了 到了10月份 这件事情其实在 国内的反响就非常的大 特别是老大,你想想 老大出了个事 派人去把人抓来,搞得灰头土脸 现在呢,想想改改法律,让我抓人更方便一点 还不行,你这是想干嘛 不行,那就不要一国两制,我们就一国一制吧 10月份开四中全会 就拍板,这是韩正说的,这不是我说的,韩正就说 在四中全会上就拍板,决定干什么 决定把国安法 港版国安法 在人大推 就不在香港推了,香港推不动 你看送中条例 推不动 2003年,当年 董建华推这个国安法 也没推动 也搞得灰头土脸 这啥都推不进去 推不进去怎么行 那就取消他 这老大一发话 就开始准备 准备怎么准备 今年1月 今年1月 先把这个 中联办主任王志明的撤,撤掉王志明 让若惠宁去接,然后再把张晓明撤 撤了那个港澳办主任 让他当副主任,其实也就是撤了 然后让谁呢,让夏宝龙去接 把人一调整,就是要干事情的了 中间隔了一个这么长的疫情 从12月一直到今年的5月,中间隔了将近半年时间 这件事情都没变 就是已经拍了板了,老大已经拍了板,要干这个事情了 所以两会 就发生 所以中间,你看这次 他整个过程的脉络就是这么简单 不复杂 没有什么战略思考,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太多的 更深层次的思考,没有 我觉得都是 都是下半身的决定 都是下半身的决定 所以你可以看,从中国也好,从美国也好,这件事情的进程走到现在 有往回收的可能性吗 可能性非常小 我看不到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回旋的余地 那么你从川普的角度来看 你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都是 搭工射箭 已经开工了,开工没有回头箭 大概就是这样,那么香港这百年基业 百年基业 就毁于淡 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事情 其实都是一个 其实归根结底是什么 归根结底就是两条 第一条 中国大陆已经不能容忍一个 不受他控制的一个 香港存在 他就需要控制,就是要管你,就是要管住你 不管一切的后果都要干这件事情 其实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管你 中共要存在 他就是要管更多的人 从他的角度来说,就是要把空气插遍全球 就是这么简单,不复杂,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其实他 他的所有的 所有的事情的脉络其实是一脉相成的 就是他做这些动作的所有的脉络都是一脉相成的,没有太 没有太复杂的 拐弯的地方,其实这并不太拐弯 直接就是 从一到二,二到三,三到四,四到五 他要的就是 控制他 管住他 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进程 我认为有两点大家要注意,第一点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这样的 到了一个这样的局面 第一 对这件事情不能抱有 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个叫什么 人大突然想明白了,这件事情我不能往下走了 我得停下来 我没有看到这种可能性 这是第1个,不要抱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是第1个 第2个 这些进程往前走,基本上 我觉得就有点像 车轮滚滚在往前跑 停不下来 你看不到停下来的迹象 他会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看的这件事情 我们在见证历史 这是一个非常 怎么说呢,非常 让人不高兴的事情 非常不高兴的事情 好吧,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那么另外还有个孟晚舟,孟晚舟这个事情 我觉得就没必要再说了吧 没必要再说了,因为 两点,第1点 昨天的那个消息 就是在那个法庭外面摆post 然后那种国内的媒体这个集体这个叫什么 假高潮有点特可笑,这是第1个,第2个 我还是觉得 孟晚舟是回不去的了 虽然不能说 要让他老顶坐穿,但是在华为这件事情还没搞定之前 就把孟晚舟放回去,这件事情我觉得 美国不会那么 美国不会那么没有 没有能力吧 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 孟晚舟应该是回不去的了 怎么着都会让他坐牢的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可以预见到的结果 虽然法庭 虽然法庭有很多不确定性 但是以孟晚舟现在他上庭的这些条件来看 不把他钉死 没有把他钉死的证据 美国人怎么可能把它留置在那里 那不是开国际玩笑吗 而且还是那句话,我还是那句话 中共办事情 办起正事千疮百孔 办坏事滴水不漏 华为他们做事情也是千疮百孔,没那么严密 所以你想一下,你看看 你看看那个 你看看那个美国提交给法庭的那些文件都非常可笑 华为做的那些事情非常可笑 根本不需要间谍去搜集那些证据,随随便便就能拿回来的 那都是 所以 他们做事情一点都不严密,所以把它 把它告下来,我觉得没有太困难的事情 这是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 华为 华为我想了一下,就是因为孟晚舟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华为这件事情已经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悬念了,华为 我这两天又有人在那帮华为洗地,我看见有人在那写这个写那个,说又是这个不行那个 不可能 我觉得 你可以看 川普在 川普在这个香港的问题上出手 这件事一定下来,你就可以看到川普这次已经是 下定决定,叫王八尺秤托已经铁了心了 他是要干的了 所以 华为这次呢,就是最后一次延的了,延到九月中,你看一下吧,后面就是个死 为什么要延到九月中,就是告诉美国国内的这些供应商,你们赶紧找下家去 你不找下家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就动手打的了,你这边 你该怎么着怎么着,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别的意思了 跟中美关系已经没有关系 就是考虑企业的问题了 所以到那个时候,美国肯定就是停,一停下来,华为就是个死 有些人说,华为又是这个厉害,那个厉害,没有什么厉害的,华为就一样东西厉害 搞大会战 就部队那套搞大会战厉害 但是搞大会战搞不出,搞不出技术来的,技术是搞大会战 出不了技术的 所以在这个,他为什么会搞大会战有本事,因为 他是做工程出身 就是搞大会战,做工程 接单的就是搞大会战 他还是这个基因,还是这个基因,所以这个问题已经 所以 从孟晚舟这件事情,你看华为,第一,孟晚舟这个牢,不说牢底坐穿,牢得坐定了,这个没有疑问的 第二个,华为 我认为,当然你说华为马上倒闭,这可能性不大 但是华为会慢慢的 凋谢 这也不是 这也不是一个意外的事情 这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 好吧,那我们就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特别强调,我们特别需要大家点赞 请大家来这里给我点赞 点赞很重要,我们是抵抗那个 抵抗五毛也抵抗限流的一个办法,所以我们没有更多的办法,就是我们依靠网 网友的支持 请大家点赞,好吗?OK 我们现在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 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之后呢,三个 情况、问题、观点 好吗?OK 好,我们现在进入这个互动,鸣谢一下 谢谢 王老师好,愿荣光归香港,谢谢 谢谢 在王老师节目的互动环节,网友提供的情况和观点让人受益匪浅 王老师的实时回答非常精彩到位,有很多火花,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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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在港的年轻人要到,要去到世界上 自由的国度 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报复 谢谢 大家记得点赞订阅,支持香港 支持王老师,谢谢 谢谢 我过去这几个月一直在观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对华,香港和台湾的言行 深表钦佩 请大家推上向他致敬致谢 好,应该是这样 好,我们现在讲 扑动啊,观点 盘点一下,中国今年有几件顺心事,一件都没有 本来国内官媒还想着孟晚舟能释放,激励一下士气 不到一天就灰头土脸 接管香港 终结自治 在中国人的认知里 香港1997年就回归了,算不上成就 对抗美国,被美国结结实实反击,没占到半点便宜 没获得半点能拿出来炫耀的战绩 或许病毒攻陷美国算成绩 其实我今天的主题有句话我没说 为什么没说呢,因为 我还是想尽量的 尽量的 冷处理一点,但是你说到这里呢,我就想说一下 习近平成功的把中国在各个领域 都推到了一个最糟糕的局面 各个领域,每个领域,每一个领域 都是处于最糟糕的情况 中美关系啦,经济情况啦,社会情况啦 政府啦,政府管制啦,到你现在的这个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啦,你看现在日本 日本的态度已经变了,日本的态度已经变了,日本已经很清楚的知道 整个西方世界的态度,所以日本的态度非常坚定啦已经 你看看 然后又是追责啦,中国的一带一路啦,中国和 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全完蛋 全部都是 在所有领域的事情 都处于最坏的状态 这是厉害 你说把这所有的事情全办糟,这都有点难 这是有点难的 不容易的啊 不容易办到的 观点,虽然很高兴美国终于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了 但为了香港这个城市和香港人民伤心 自由繁华将不在 你们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上个星期五的直播一还是直播二忘记了 大概是直播二吧 其实我们当时已经讲过 就是 美国会不会取消 取消这个叫什么 取消这个独立关税区的地位 我当时就说会的 why not 为什么 为什么不 原因是在哪里 为什么要把一个繁荣 的香港 交给中共 他答应的要让他自治的 答应的保持他50年不变,永远 其实50年不变都是不对的 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啊 有期限吗 有期限吗,是没有期限 国际条约哪有期限的,没有期限的,你必须永久保持他 包括你比如说像美国政策法案 香港政策法,香港政策法哪有期限,没有期限的 就是你要得到这样的地位,你必须保持他的高度自治 如果他的高度自治受到侵害 香港政策法就 就不存在了 他的 独立关税区就不存在了 这件事情其实 其实美国已经讲了好多好多遍 只是我们当时老是觉得 很多人会觉得,你看 美国会为香港人出头吗 这个当然有些是大外宣在说这话 但其实是,很多人是在怀疑这件事情 但其实美国已经说了好多遍 所以这件事情 我这么看啊,我这么觉得 香港的这个结局,现在我们去看,我们可以讲香港的这个结局 可能从1997年香港回归那个时候 就已经 就已经有了 为什么 大家最错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其实这件事情不是某一个人犯的错 不是 撒切尔夫人一个人犯的错,不是的 我觉得是 大家都被骗了 其实大家选择相信中共 那是真的是笨 我觉得 人类啊,永远记不住自己犯的错误 又相信他了 你看他,你说他从他诞生的那一天开始 他讲过一句真话吗 他没有讲过一句真话,为什么还会有人相信他 包括我自己,我都觉得很可笑 人类就是这样,不断的犯同样的错误 所以 其实在1997年香港回归那一天开始 那场大雨 我记得很清楚 香港回归那天 我们从那个 我们从那个会展中心出来 我一想出租车,漂泊大雨就下下来 下的简直是,你就觉得 那个雨下的 胜人 就是那大到已经 完全,我在车里面都听不见收音机的声音都听不见,那么大 就是出租司机都很紧张,开得非常慢 就是从那一刻 香港的结局已经 有了 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情况 美国国会众议院5月27号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 同样的版本的法律已经于本月早些时候由参议院无意通过 法案通送交白宫 等待川普总统签署惩罚 维吾尔人终于得到了一个 这个法案 非常好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情况,昨天微信群里小粉红发了一张 梦大小姐被解料靠的图片,我就心想一定是假的,停都没开 为什么中国传媒媒体说谎,这么粗糙 立马被识破 他们的思维方式是 嗨的一次,试一试呗 嗨的一会儿,试一会儿呗,大概就是这样 提问 打砸抢烧四个字,已经变成中共栽赃的专用术语 现在央视又造谣说,香港百万市民联署支持国安法,用整治打砸抢烧的乱港分子 为什么这种格式化的政治语言 大陆还那么多民众买单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你自己知道答案还问我 观点,很多人奇怪,中共为何不计恶果,要不计恶果 要摧毁香港 其实他 自有香港是 自有中共式盘算与逻辑 一,香港已成为反共策源地 必灭自而后快,二 台港 同气廉支,互为犄角 需各个击破,三,立法会选举在即 中共毫无胜算,只能宣桌止损 四,中美对抗已成定局,台港两张牌 长期制约中共 不如主动了断歧义 有利未来全力反美攻台 我不同意 其实你可以看 我不同意的原因,你可以看 中共在目前,之前我不说,我就说现在,当今盛上 他的每一件事情的决策,没有这种战略思考 全部都是很简单的 一就是二,二就是三,大概就是这样子 香港的问题也是一样,他没这么多的战略思考 你看看,抓个人都搞得满城风雨 什么情况,那还不行,你们得好好的想想办法 把这问题解决一下 那底下,那没办法 就搞个 国安法 国安法,你这个 这个送中条例出不去,我们改更狠的,国安法直接在那,我们直接在那安排机构 这就下面提个这样的方案,可以呀,搞吧 没那么多的 战略思考,没有这么多战略思考 就这么搞 所以我不觉得他们有这么复杂的战略思考 提问,香港四大家族出来发声支持港版国安法 特别是李嘉诚 他们这么做,背后是不是受到威胁,还是 还是可能是他们真实的想法 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呢,他们个这么高,对吧 那总是要让他们个高的出来撑个场面 他现在跑不掉,这四大地产商也跑不掉,除了李嘉诚 李嘉诚也跑不掉,那么大,虽然说他已经 把资金撤到了 英国 但其实你可以看一下,他这里还有很多利益 所以四大家族 你不说用枪顶着他后腰出来讲话,但其实 他捏的 特级政府手里,这个没有疑问啊 所以这个问题 你就别把它当成,香港人不会觉得这是个问题 大后人才会觉得这是个问题 香港人不觉得是个问题,这肯定有人在 后面拿枪顶着他们,说就说嘛,我们也就当耳防风一听 不必太认真 提问,请问王老师,你觉得川普这次会掉链子吗 你听了我们的节目吗 听我们的节目还问这个问题 观点,上面有人说川普舍不得按下停止香港特别关税的按钮 只是吓唬 五毛也这么说 观点,我觉得香港国安法今天一旦过会了 香港反抗就基本没用了 共产党那点尿性会用更强硬的手段把香港改造成他们想要的样子 我不信 我不同意 如果香港人不反抗,美国人不会来帮他们 这么很简单的道理 美国有什么道理来帮他们呢 你自己的人都觉得OK呀,没问题呀 今天香港人表现得非常的棒 你想想看 国歌法 在二读 明天就要那个 过会 香港人现在在街上抗争 蓬佩奥 宣布 香港不再有高度自治的地位,你看这不是完美的结合吗,你想想在报纸上面是个什么样的版面 香港完美的配合了这件事情 对吗 所以任何,我认为在这个时候,任何说香港人反抗没有意义的事情 请大家闭嘴,不能这么说 实在,这么讲这样的话 实在对不起那些 背这个小包包里面有遗书 冲在街头血肉红飞的年轻人 真的对不起他们 千万不要讲这样的话 真的,我很不耻 好吗 观点,香港的朋友,只要香港教育变得中共化,香港就已经不适合居住了 你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变成小粉红吗 早日安排离开吧 香港还没有这样 还没有这样,香港人的抵抗成功的挡住了这些 所以这个你们不了解情况,我觉得 大陆的网友有两点 我觉得我给你一个忠告,第一个 不要用大陆的参照系 来判断外面的事情 这三个问题读下来,我都不高兴,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大陆的网友,用自己 所处的世界 看到的情况来套香港,老实讲这是不对的 外部的世界和你的参照系没有一毛钱的相似之处 所以不要这样去衡量别人 好吗 今天看几个视频都是校园霸凌的,还有个成年男子殴打一个女人,发现 被害者竟然不反抗 一声不吭 中国人早就忘了那句话,是可杀不可辱 怎么说呢 一个被霸凌的人 他肯定有他的问题 他肯定有他的状况 我们还是应该同情他 反抗可能会,他的判断应该是反抗会有更惨的下场 所以他不反抗 我是这么理解 我们尽量的用这个角度去看一些事情吧 好不好 这个世界会稍微好一点 虽然我们改变不了他 观点,昨晚在王先生的节目,我的判断是港币将先于人民币出问题 今天在蓬佩奥的表态之后,我认为今后的情况反而会更难预测了 不过从习政府的在中美贸易战的表现来看 有很大概率的可能是习政府会退却 习近平有一个特点是横 但还有个特点是碰到硬的就怂 这从去年的贸易战表现的淋漓尽致,华为事件又是另一个例子 当然国内宣传最终会将之包装为另外一场胜利 今早胡叼盘对蓬佩奥的反驳显得很无力 只能重新捡起文革那一套语言 问题是怎么怂呢 怎么怂呢 又怂得有面子 又不能丢脸 又得怂得美国满意 我就算现在习近平想认怂 他都下不来 没梯子 关键是现在没梯子,你怎么下,你让他怎么下 人大过不过 人大只要不过 那就在全国人面前认从了 对吧 人大一过 你剩下的事情就人大常委会,人大常委会过不过 人大常委不过,还是在全国人面前认怂了 怎么会 如果 大家记住中共有两个思维,很重要 这两个思维围绕的核心是什么 中共两个思维,第一个思维就是斗争 斗争思维,是中共从诞生的一天开始 这是他的基因之一 这是第1个 第2个,习政权有个思维 就是底线思维 这两个思维都是围绕着什么呢 围绕着政权展开的,政权是中共的核心利益 底线思维是什么概念,就是我不能退,我一退我就崩溃了 我政权就没有了 这就是底线思维,现在中共天天讲的就这两个思维 一个是斗争,一个是底线 他敢退吗 他不敢退,为什么,底线思维,我这一退,我一认怂,政权就没了 我得扛,死扛到底 反正我富有天下,天下都是我的 少一个没关系 我能够想象他们是怎么 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所以我不大同意你的这个看法 我不认为习会认怂 这也是我认为这个进程会一直往下走 不会停下来的其中一个核心的原因 观点,其实墙内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法治的优势,看看国内的电视剧 还是老一套通过人的关系 或者好一点的领导力挽狂澜 但是如果出的是坏领导怎么办,法治不一定最好 但肯定比人好 提问,王先生好,今天是美国大选年 如果川普总统决定和中国动手 行动到一半,川普总统被选民选下去 下任总统将计划反转或者产生动摇了怎么办 请教王老师 这种假设性的问题我怎么答呢 中间有很多变数的呀 万一在此之前中共已经崩盘了呢 所以这里面 我不答,大不了 太多变数在这里面 没办法答,你说其他变数都不发生变化,只有这个变了 这是过加加吗 我们不能过加加,好不好,我们老是提一些过加加的问题 我不答你 提问,谢谢王先生的讲解,我终于理解了香港事件的来龙去脉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请问为什么撤了反送中条例后 香港人民还在抗争,那个时候诉求是什么,我一直没搞 五大诉求啊,缺一不可啊 忘记了 你把这火点着了 拍拍屁股就走了,怎么行,那怎么行 所以这就是香港人厉害的地方 他们真的有认禁,什么叫认禁,这就是认禁 这种人民就没办法对付 他不驯服 不驯服 香港人厉害 牛逼,这个真是牛逼 观点,在香港生活了二十几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深刻的感受到自己离不开这片土地 自己深深的爱着这片土地,特别这段时间 到处了解去其他国家生活的情况 很痛心的发现 原来人到中年 流亡他国好困难 那是不容易的 观点,正如王老师所说,香港的今天在回归那一刻就注定 真的好痛心,那天的倾盆大雨 就是上帝的眼泪 是的,也是我的眼泪 观点,邓小平87年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 时说50年不变,50年后更不会变 赵紫阳表示政治体制改革会跟上 报纸我还留着呢,真遗憾 这什么遗憾 真可耻啊 不是真遗憾啊,是真可耻啊 中共这样子做事情 把大家都给骗了 情况,我在墙内几乎听不到对香港的任何新闻 反反复复就是那几句外交部强硬回应 观点 我支持香港独立,我希望西方国家救援香港,我不想看到土匪 毁了那样繁荣美丽的地方 提问,首先谢谢精彩的节目,请分析一下美国香港商会 还有华尔街的人对香港问题上对川普有多大影响 听说现在已经有人开始游说国会,不要取消香港政策法 你怎么看 现在才开始游说吗?不可能吧 我觉得这件事情游说了好久了 现在才开始游说 你太小看华尔街了 所以 我一直讲,华尔街是 华尔街是美国唯一支持中共的人,人群,华尔街 当然可能也有,也有可能包括 包括这些科技 科技大碗,也有可能包括 但是主要是华尔街 华尔街 这是第1个 游说嘛,我觉得华尔街不可能现在才开始动手,肯定早就动手了 但是 但是 我认为 在这件事情上,华尔街不敢做太过分 为什么 这现在美国跟中国的对抗,在美国来说现在是政治正确 叫大是大非问题,美国现在的大是大非问题是什么 就是跟中国干 他可以去做游说,这没有错,而且他游说的目的不是停止去干中国 不是的 是 你干可以 但是你要不要伤害我们华尔街的利益 这个地方能不能轻一点轻一点 大概只能是这样 他说你这事不能干 说不能取消 政策法 那不可能 那绝对不可能 那这个时候 这些 这些议员怎么可能听他的 投票都是 一个一个都要告诉大家,你这个时候,你关键的时候,你掉链子了 选民怎么会选他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 问题,王老师,请问欧洲日本会跟进取消特别关税区地位吗?为什么 如果美国取消了,你会觉得他会 他会不说服欧洲跟日本跟进吗 你说呢 他们对欧洲没有影响力吗?当然会有啊 所以我觉得 这个很简单的思考,是吧 提问,共产党耍无赖 毁约香港,那么第三世界,非洲和亚洲国家,向他们借的钱是否 能像他们一样毁约不还呢? 他们现在已经提出来了 之前提出来 在疫情开始的时候,他们提出来是 哎呀,我们现在利息都还不上了,能不能把我们利息免了呀 第1个提出来 后来疫情又发展,然后没有提出来,哎呀,我们不仅利息还不上,我们本金都还不上 能不能 减一些债啊 我们讲过这个议题 中国很难解 但是现在有可能变,有可能变,现在不好说,中间还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 我们之前的节目讲过,你可以去翻一下前面的 翻一下前面的视频,我们讲过这个 还讲的蛮详细的 好吗 提问,港府那些官员难道没涂生涂长的香港人吗?为什么成为走狗 残害自己的同胞,而不是挺身而出,捍卫自己的家园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理解 特别是林郑月娥 她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为什么会变成走狗呢 我也不理解 香港人也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出卖香港 成为历史主义人,你想想从董建华开始 到那个叫什么 到梁振英 都不是出卖香港 董建华出卖香港 梁振英出卖香港,到了林郑月娥出卖香港,一个个都出卖香港,为什么 只有一个 这三个特首都是中共选的呀 他当然选一个听他的,出卖香港的人 我觉得要解释,这唯一的解释就是 一开始选他 就是因为他 会出卖香港 才选他当特首的 我只能这样解释了 观点,中共一直认为世界需要中国的钱 中国的市场,中国的劳动力,中国的商品,中国的资源 在疫情发生前确实是这样 西方世界也不愿意打破这个经济利益 但是中共病毒让西方国家认清了中共的本质 让西方国家人民对中共产生了恨意 所以政客在民意的压力下,对中共的态度越来越强硬 所以再也不会对中共的恶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荣光 终归香港 加油,谢谢 中国没钱 中国也没有商品 你可以看一下 其实这里面有一些东西,大家一定要了解,了解两件事 第一件事,中国的钱从哪里来 中国的钱其实都是西方给他的 他自己没有钱 中国没有积累 中国哪有积累 一穷二百 什么叫一穷二百,就是没有家底 中国这些年攒下来的家底,都是从西方挣来的钱 还不是什么东南亚,东亚看下卖的什么东西,卖多少钱,没多少钱挣的 真正挣钱的 你看一下,很简单,你去亚马西买个东西 那个东西来自中国,你看一下卖多少钱,你算一下,你去看一下 同样的东西在西南王府井卖多少钱 你就知道 中国真的在西方国家挣很多钱 中国挣到的钱都来自于西方国家 这是第1个 这个钱是来自西方 第2个 中国的商品 西方国家不需要中国的商品 需要的商品 都是可以转移产业链的商品 大家能理解我说的话吗,我说是怎么说呢,很简单 一个铅笔盒 这个铅笔盒可以在中国买 你也可以去越南买 你也可以去墨西哥买,差不多的 中国成本低一点,价格更好一点 但是你给点时间给越南,越南可能过两年就追上它了 西方国家需要的是什么,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就是有一些核心产品 但是那些产品并不是中国企业生产 那些核心产品是 日本 台湾 香港 韩国这些企业 在中国生产的 川普要干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让这些企业离开中国 中国还剩下什么 中国就啥都剩不下了 现在呢,这件事情正在发生,原因是什么 这些外资企业觉得风险很大 有三个风险 第一个风险,政治风险,就是这个国家的风险很大 万一这个国家崩溃了,哇,我这个厂子在这怎么弄 这第一个是,我叫政治风险 第二个 共产党的风险 现在 中共这两年干到什么地步,有网友投诉说他们社区里面全是 共产党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现在我跟你讲,不仅仅是这个 现在中共要让外资企业建党支部,你把外资企业给吓得够呛吗 在外资企业 在三星建党支部,所以三星搬走了 不就是这样 越南人多高兴,高兴坏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然后你还有一个什么风险,就是产业链开始外移的时候 他的产业集群就慢慢的消失了 他的配套就没那么方便 这是一个过程 需要时间 慢慢的就会发生 所以这件事情 所以呢 这些东西就是我经常讲,全世界看待中国 有60%是假的 原因在哪里 原因是第1个吹牛 第2个 骗你 行骗 一个是吹牛,一个是曾经骗你 所以你不知道中国的真相 中国的真相,你看到的有40%,只有40%是真的 60%全是假的 这些人就被中共骗 就是这样 因为统计局这些数据全是假的 观点,我想回答一下前面网友说,川普被选下去会不会撤销现在的政策 答案是不会 美国在制限会议 会议的时候 就充分考虑了这种情况,所以 总统的提案需要议会通过 议会通过后即使换总统 想撤销之前的法案,也需要同样的议会通过 所以美国的决策进程会相对缓慢 但不会出现东风压倒西风,西风压倒东风的地位 在这里想推荐联邦党人文集,美国的建国先贤们真的很有远见 OK,谢谢 情况,长沙百事可乐,今天生产完最后一品 完成历史使命 历史使命是什么 就是生产最后一瓶可乐吗 观点,现在的香港人被骗的感觉就像50年代上海工商界 公私合营是被骗的感觉 观点,我想转载一个黎智英的观点 许多在大陆的中国人从来没有过自由 他不知道这个感觉是什么 他们不明白香港人在抗争什么 他们可能都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过日子 你不可以呢 我的精神财富就是我们的法治 人权,自由市场 私人资本 和我们免于恐惧的生活方式 这是我们跟内地人不同的基本价值 非常好 好,我们现在鸣谢 请王老师评价一下李嘉诚的态度和他未来可能的策略 李嘉诚没啥,李嘉诚他的主要的财产已经搬走了 所以李嘉诚相对比较 比较自由一点 但是他还有很多利益在香港 所以他也不那么自由 相对其他人来说 他相对自由一点 但是他也不那么自由,因为他还有很多利益在香港 所以李嘉诚的态度和其他地产商的态度是一样的 你让我说 我就说呗,反正香港人也不相信 谢谢,支持王老师,支持香港年轻人维护民主自由的人权,荣光归香港 反正呢 大陆摁着这些地产商出来讲这些话呢 香港人是不在乎的 觉得知道他们 不得已而为之 所以大家也不会很在意这件事情 大陆人会比较在意 所以大陆人,我就觉得你放开一点 别当别当真 谢谢 观点 香港的抗争是正义与邪恶的战斗,不伦国籍,人种信仰 有良知的人都应该支持香港,是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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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托佩虎,今天全是大消息 孟公主事件,彰显加拿大这个,这次无需补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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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川普的作为,让你改变你对他的态度 也许吧 但是他要做很多才行 谢谢,我是港人,此刻充满深深的无力感 感谢大家对香港的支持,永不言败,谢谢 谢谢 11000多人在线 OK 我们一起给可爱的美西加油,今天直播一的时候我有提 王先生没有看到,美西谢谢 好,那我们一起给美西加油好吗,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不会放弃香港 香港加油,但是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是的 谢谢 王先生这几天为香港的抗争而感动 香港的抗争是人类史上为自由而抗争最辉煌的时刻之一 人在国外 没法直接抗争 前几天订了苹果日报一年 敬年薄之力 希望王先生在推特上能转一些 带账号的 香港年轻人,人不在香港,希望尽自己能力,在资金上给予一点支持 荣光必归香港,我是大陆人 但是我爱香港 谢谢 我在这里要讲一下 讲一下 我们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都要尽量的谨慎一点,现在 现在也有很多骗子,所以大家要小心,这是第1个 第2个 如果我们要做这些动作的话,一定要去了解一下哪些是 靠谱的机构才去支持他 好不好 我们尽量不要随便的做这些动作 谢谢 香港人加油,谢谢 谢谢 香港人加油,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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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加油,家在香港,热爱香港 深感痛心,愿有朝一日,香港可以脱离专制 回到旧日荣光,谢谢 我跟刚才那位网友再说一句 这位网友真的很好,他愿意帮助香港人 我们帮助香港人有很多方式,包括我们给一些资金上的支持 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也收到一些网友 的支持,希望我能够转递 那么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在海外是有些难度的,因为有些情况不了解 那么尽量的 能做到尽量的做,做不到不要勉强就好,好不好 但我还是要感谢你 谢谢 谢谢 请王老师喝杯咖啡,谢谢 谢谢 墙内绵薄支持,希望努力终会有好结果,是的 努力一定会有好结果 谢谢 谢谢 谢谢,请美希跟王老师喝咖啡,感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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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这更好的自己 记住 检查一下 订阅还在不在 帮我们把视频 转发出去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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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